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繼續討論霍光復正的故事 上一集我有個字 說錯了一個大臣名字 叫今日石字哪一個單商的單 應該讀底字 我上次讀了今日成 不好意思 先和大家糾正 不好意思 上一集說到 漢武帝已經病入高坊 他打算托沽於霍光 最後漢武帝終於駕崩 太子劉佛玲就職位 他就是漢超帝 當時超帝只有八歲 所以很多東西都不認識 所以朝中所有事情都是由霍光去主持 而霍光人的性格是怎樣呢? 他就是沉著細心 而他是一個很高大的人 如果按古代的尺寸 他是身高七尺三寸 皮膚白痴痴 微青木獸 就不像一般軍人 黑痴痴痴 而留了一把很漂亮的鬍鬚 他自從接受了皇上的託孤之後 心感責任重大 於是做事更加嚴謹有罪 一絲不苟 凡事必定親自過問 他每天都會進出這個宮殿 無論行走、坐、站 都有一定的規矩 絕對沒有行差答錯 當時有個狼撲射 都是一些示威的官職 暗地裡仔細觀察霍光的行為舉止 結果他每一次都不差毫利 霍光就 例如走五步 就轉個彎 他就絕對不會走四步 所以天下的人都很敬佩霍光 覺得他的處事很嚴謹 在一個晚上 霍光接了報告 就說朝中發生一些怪異的事件 令到大臣都非常恐懼 驚恐 霍光連忙照這個 照來上符曬郎 這個人專門是負責保管這個玉曬 要他交出玉曬 不知道是否用來辟邪 但是想不到 這個上符曬郎這個官職 這個人 就無論如何都不肯 因為 他覺得玉曬不是說 無端端可以拿出來 一定得到皇上的首行 霍光就很急 起床就要硬搶 只見這個官是 拼命攬著玉曬 就對霍光說 大將軍 神的頭你可以斬 但這個玉曬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給你了 霍光最後聽了之後很感動 覺得這個人很盡忠職守 他就說 只要你 在這裏 玉曬就會在這裏 我就放心了 不再找個玉曬去逼邪了 第二天 霍光上朝 召見了這個 上符曬郎 為表彰他對朝廷的中心 連升他兩級 朝廷內外 都稱讚霍光秉公辦事 公正無私 在這個時候 霍光就叫漢超帝 採取民警 事後 與民休息的政策 讓老百姓 從漢武帝幾十年的 大興土木 四肥方土佛 疲倦 或者經濟開始下滑 那個情況之下 慢慢去到復甦過來 過一些和平安定的生活 漢超帝雖然年紀少 但他都能夠聽取大家的意見 但是朝中 有些人視霍光溫 為眼中釘 他們開始蠢蠢欲動 究竟中間有些什麼陰謀 我們下集再說